T1直籃聯盟上季的冠軍隊伍 新北中信特工在開季表現 依舊亮眼拿下三連勝 在缺少足控林維翰坐鎮的情況下 還能有這樣的表現 讓總教練光哥李一華至相當滿意 其他球員地補的還蠻不錯的 那整個是三連勝的狀況 但是在整個內容來講 打的是沒有去年的流暢 當然人員的調動跟有些球員受傷 是最主要的原因 那三連勝之後 其實我們自己內部 還是有很多的缺點 那我們會慢慢的去改進 目前尾翰的狀況 是比醫生的預期還要更好 但是跑完之後 事實上還是會有一些疼痛 那醫生是說這種疼痛是手術後 在復健過程中是必經的過程 林維翰在休策劑膝蓋動刀治療 根據光哥透露 目前恢復進度良好 但在他回到球場之前 球隊還是的習慣沒有他的打法 像是頭號得分點阿巴西 就得再負責進攻終結之餘 也扛起更多帶球責任 而他本人坦言還不太習慣這點 也導致在賽季的前三場球 雖然場地能拿下21.3分 卻同時也有4.3次失誤 因為維翰之前他在 因為球選都是在他身上 因為他在控制球場 所以今年教練就跟我們說 就是要幫我們的控球 就是多帶球 然後處理球那些 他就是還在 4.0磨合那些 就是要Z就是專注一點 然後事物盡量少一點 打中華隊 窮世輩還有亞運那些就是 修賽季歷經瓊斯杯跟亞運中華隊的 歷練 阿巴西在進攻火力上 持續進化 而如何在主控林偉翰 引上缺陣的這段時間 磨練更多控球的經驗 將是他朝向更全能伸手的 一大關鍵 我來體育台 定義成為話採訪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PSocial